开封府 李绝安 他的父亲李绝安十分不放心 于是将一百两银子交给了他的好友张慧明 并嘱咐他在他死后交给儿子李锦文 后来锦文平安长大了 李绝安也早已忘记了这件事 直到他死后 啊 来了 锦文啊 我是你父亲的挚友 你父亲生前将这一百两银子托付给我 希望在他死后转交给你 详细的情形就是这样 张伯伯 您还是把银子拿回去吧 为什么 这是你父亲给你的 不不不 家父一直到死之前都未曾提过这件事 遗嘱中也只字未提 想必父亲的本意是要将此银子送给张伯伯的 不不不不 这一定是你父亲一时忘记 何况我受人之托 中人之事 岂能 师伯 你不要再说了 我是绝不会收的 你要是不收下 我岂不是变成不义之人 这是父亲给您的钱 我收了不就变成不孝之人了 你不收 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师伯 你不要再勉强我了 不然我可要报官了 好 那我们就请包大人平平礼去 大胆刁民 只为区区几闻钱就意图谋害自己兄长 向你们这种不义之徒一定要严加惩戒 大人饶命啊 小人冤枉啊 住口 罪证确凿 不容狡辩 来人啊 在 犯人何大 为财谋害自己兄长 依法重诚 压下去 是 我知道错了 大人饶命啊 哎 世风日下 每天都是这种贪财害人争权夺利之徒 下面这个案子就不一样了 是一个受有人托付 要给他子女一百两银子 他儿子却坚持不收的案子 哦 竟有此事 好 将他们带进来 传 李景文 张慧民上逃 小民 李景文 小民 张慧民 参见包大人 嗯 你们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李景文 你真的不愿收下你父亲托付的银子吗 启禀大人 小民自幼家训 不贪任何财物 家父未曾交代 小民不敢收 那么 张慧民 既然李景文不收 何不就将此银两带回去呢 大人 小民受有人之托 当尽力信守承诺 哈哈哈 世上终究有这样忠孝之人 好吧 那么本府建议你们 将此银两一部分作为建调李老先生和法界王魂之用 其他将之分宋寺庙 供养众僧 以增佛田如何 哈哈 此法甚好 小民非常愿意 很好 此事就这么办 退堂 唯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